每年夏天 水果收藏的好坏 对部落的财务影响很大 去年 因为遇上台风 收藏并不好 今年 他们需要一场大风收 卖给观光客 储备过冬的资本 这个黄金 是真的感觉到 我比一般的红桃 带给都市人很向往 产期是7月18号到8月10号 10号就差不多采完了 因为水蜜桃都耐爆 就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不如老老少少一起来帮忙 大放手的愿望终于实现 这是司马库斯 收藏最好的一年 这是共同金领 这是共同金领 凝聚 凝聚的观念 互相运行 水蜜桃采收之后 接下来就要收割小米 过去太阳族人靠着小米 度过艰苦的生活 小米象征部落与土地 与万物零星的紧密结合 水蜜桃采收之后 我们做的最大的 做一直在沽水煮中 莴格玛丑不抵人 資格 審理一番 她說一直在沽水煮中 她會再沽水煮中 跟沽水煮中 所以她會把山沽水煮中 而是她煮中了 她會在沽水煮中 她會在沽水煮中 她會說了 她會說音樂 她會說音樂 你打算你是老人嗎 你這樣子是老人嗎 不是老人 我們這就是老人 這就是他又是老人 因為老人都是老人 老人都老人 老人不老都老人 老人家 我們都是老人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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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物笼罩斯马库斯 台风机就要来了 未来几天 他们必须抢收小命 在采这个小米的时候 就是想到我这个小孩 还有叫小米 也是希望小孩子 跟这个小米一样 可以让人家吃饱 可以让人家温暖 让觉得我的小孩子 可以像这个小米一样 他的人生能够过得这么的丰盛 他人家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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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们回去的路程当中 我们就慢慢地欣赏我们这一条道路的美丽 身上有大的垃圾袋的话 可以顺手帮我们剪下部落这边的顺手 如果说有蹭纸的话 我们到商店那边可以去蹭 如果说很重的话 可以换一下我们农作物 一颗高丽菜 有一斤以上的话就高丽菜了 要拍耳照的话就尽量多拍一下 不然的话也许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再来看部落的剧目 所以说多拍一下 今年是最热闹的一个夏季 那么包括观光客的数量 比往年还要来得多 那么营队的部分也非常的多 假如说天后没有影响的话 单单是今年暑期 有可能会破千万 所以这是我们部落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部落只有28户人家 很难应付这么多观光客 妇女尤其辛苦 要在田里工作 还要招待川流不息的观光客 都还没有休息 所以都一直忙到现在 就每一天就是做同样的工作 相对在部落这么发展 而这么好的环境下 也相同失去了 就是家里的那种在一起的时间 也固然就是说很少跟 夫妻之间也很少的沟通 就会导致说一直累积 很累的话大家都会 都会有脾气嘛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处理方式就是 大家先冷静 比较忙一点又比较累 而且小朋友就是都没有人过去就要带着 所以很忙很忙 忙到都没有时间休息 因为我在这里忙之后回家还要找到小孩 大概可能就是两个月就过去就过去了 斯马库斯必须在观光事业 与部落认同感之间找到平衡 收获感恩祭 正是寻找平衡点最佳时机 把最好的就献给我们的上帝 一家一定要一份 不然这些也可以 不然这些重复 不然这些重复没有关系 我们这些重复没有关系 我们这些重复 感恩祭的部分 我们不是打击给我们的余 我们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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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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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帝能够让我在今年都能够平安 能够胜利 然后他要多添一个孩子给我 那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特别感谢上帝 那么今年的收获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杀一头牛 那么献给我们的上帝 也特别纪念我们的祖先 所以去年是杀一头很大的猪 但是今年杀的是一头很大的牛 那么是因为今年的收获 我比去年还要来得更丰富